在我們今年的一起頭 基本上來講的話 其實並沒有太多 整個國際的形勢也並沒有太多好消息 那未來 未來的世代裡面 也不一定 我們在我們所見的 所眼見的這個世代當中 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多的 值得我們雀躍的事情 可是我們的神卻應許我們 在世上你們有什麼苦難 但是你們可以放心 我已經勝了世界 我們的神已經勝了世界 其實我們有太多的不平安 有太多的 有太多的 想望 個人的想望 你個人要的東西 但是往往這些東西 不是從神來 而神也沒有應許這些東西 但是因為我們在這整個世界裡面 世界就是一直要讓我們的心 去讓我們去看別人 去跟別人去攀比 他有為什麼我沒有 那即便是好多的時候 有的是也是基督徒 他有我為什麼沒有 那常常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以至於我們的心不能安息 其實我們所以在基督里或者在神里 在神里在基督里 他是一個進程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信仰的核心 就是在與神的連結 因為我們的主 祂的名字叫做以瑪勒利 祂是來跟我們自己 祂是來跟我們在一起的 那保羅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人是要成為聖靈居住的所在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信仰 真實的信仰就是我們必須與我們的神有關係 而那個關係是我們可以不斷地成長 不斷地晉升的 那因為祂愛我們 祂造我們 祂製作我們 祂現在仍然在保護我們 那在起頭我們也要來思想 在這舊連尾新連頭 我們就是需要思想嘛 那我們思想說 這個當然因為以夫所述告訴我們說 要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不要做糊塗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其實這在我們教會我想不僅只是講過一次兩次 我想應該是好幾十次都講過了 因為愛惜光陰是目前最大的属灵征戰 因為我們的一生 我們的一天 每一個人都跟另外一個人 就是我們都有24小時而已 但是你這個時間你怎麼去用呢 那這個就取決於你智慧的選擇 那這個我們有時候稱它就叫做属灵的征戰 你選擇這個時候去做些跟永恒沒有關係的事情 亦或是說你願意在這個時候 那你好好的在神面前安靜讀祂的話 我跟你講讀聖經絕對不會絕對不會枉費的 那所以我們也是想一下在過往的一年裡面 我們生命有沒有什麼樣子的成長 好 那我們去年的教會的主題叫做歡逆失戀 對不對 榮耀顯現 那失戀是都有啦 那榮耀有沒有顯現呢 好 因為就我們所知 所有的困難都是神所賞賜給我們的 那困難一定有一天會過去 但是問題是那這個困難在你的生命裡面有什麼幫助呢 所以我們說我們所認定的每一個艱難都是神貼心的製作 那所以今年我們又進到今年2023 那假設你對今年的2023你有什麼樣子的計畫 計畫都是好的 但是問題是說你的計畫跟永恆跟上帝有沒有關係 這才是重要 那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類 我們如果是為了主的緣故 我們從地上撿起一根線 這都是一個偉大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你在永恆裡面被激烈 所以我們很多任何的 基本上所有的媒體 其實媒體基本上 它講的只是大眾的意願而已 它不是講的真理 它是講的大眾的意願 那就講到說很多在預測2023未來的世代會怎麼樣 其實你這些事情即便你知道又怎麼樣 哪一件事情是你可以決定的 那馬上在今年我們台灣大概就會面臨2024年總統大選的許多的紛擾 那俄羅斯跟烏克蘭戰爭看來還有得打 那極端的天氣的災害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臨到我們 那這個疫情持續將有什麼樣子的變化呢 我們打一劑 兩劑 三劑 四劑 五劑 我有認識好幾位都打到五劑 然後一個月以內 對 就確診 那我不是說大家不要去打 我只是說那個不見得有效而已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不確定裡面 那有的時候我們就會在想 那我們所信的神 祂真的愛我嗎 我們所信的神祂失控了嗎 為什麼這麼多困難的事情都會臨到我們呢 其實仍然我們在回到我們起頭我們所說的 其實困難在世上我們有苦難 但是這些的苦難都吹逼我們進到神的面前 然後這些的苦難讓我們能夠經歷上帝的應許 還有祂的恩典 然後讓我們能夠與神有第一手的經歷 那每一個困難也在在地顯示出我們今日 我們生命屬靈的狀態 不說話不表示都是好的 你看那個以利亞被嚇到奔跑幾十昼夜 然後一開口就開始抱怨 所以我不是說 我們當然我們講到說 基督徒我們需要謹言盛行 但是不講話不表示都沒事啊 對不對 一開口就嚇死人的 那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要特別的講到說 住在神裡面 那這個在講義上面我也有寫 那約翰的書信裡面他都是會把 住在主裡面跟住在神裡面 他兩個都有講 那可是特別要注意的就是 我們之所以能夠住在神的裡面 他的前提是因為我們能在 住在基督裡 然後我們才能夠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 所以在神裡面跟在基督裡面 其實還是有一點點差異 那在基督的裡面我們能在基督裡面 就自然能夠在神裡面 所以我們仍然回到就是我們講到 我們今日我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 OK 我們要住在神的裡面 也就是在基督裡面 這是起頭 這是根基 那要能夠住在基督裡 這不僅僅是上帝的命令 這也是我們的需要 所以常常要問我們神跟我們所要的是什麼呢 行公義 好憐憫 純謙卑的心 與你的神同行 其實你若不是從一個 你若不是從一個真實 誠實的角度 去理解這件圣经的話 其實它是每一件都是有一點相违背 行公義的人大概就不太能夠公義了 因為他太有憐憫性了嘛 對不對 那你好憐憫的人 就也不太容易那麼的公義嘛 那要能夠與神同行 要能夠與神同行 那必須你要贊同神所有的旨意 而且你要能夠跟隨神 那這幾件事情 如果我們反觀到我們自己的生命裡面 上帝所說的一切你是不是都同意 其實你不要跟我講那麼快就答應說是 其實有很多是聖經寫的 但是我們卻仍然做不到的 不是嗎 所以我們誠實的去面對 神跟我們要的是什麼呢 祂跟我們所要的是一個改變的生命 神跟我們要的是一個能夠改變的關係 然後一個改變的生活 我們跟祂能夠我們能夠與祂同行 這就是什麼改變的關係嘛 所以神要求我們的 其實是幫助我們知道 祂知道我們的軟弱 因為祂造我們 祂知道所有的美善不是一觸即成 所有的生命從頭一起頭都只是種子 然後會需要慢慢的能夠成長 我們起來祷告 天父我們將我們以下的時間 將我們眾人的心都仰望在恩主祢的手中 父啊祢來啟示我們 祂祢幫助我們 祂要讓我們因著祢的話語 我們的心可以更柔軟 祂要讓我們因著祢話語的全能 祂我們的心可以更歡喜更快樂 因為我們知道祂 祂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掌權作王 父啊 賜給我們一個柔軟的心 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的永恆是有更新的盼望 幫助我們讓我們在祢所允許我們的時間裡面 祢我們能夠在祢的面前 所以讓我們能夠在基督耶穌裡面 在美國的很戲劇化 他早上完以後明天不在了 因為那是救人 救人要歸入基督的事 而你今日在你從水裡面起來 就是與神的復活的榮耀是有分的 但是我相信你們都說過喜嘛 那你從水裡面上來有不一樣嗎 有了 變斯的 那在生命里面有不一样吗 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联合就是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在基督里 这是一种关系 所以 这个 在基督里 这个其实是神 耶稣一直对我们的呼召 那他之前讲到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刚刚主题经文 我们也练过这一句 可是 好不好我们一起再练一次好不好 来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只只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这句话其实 我们真正的 如果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去明白这件事情 我们进入到这个事情的实际里面 每一个基督徒 你的属灵生命都会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你跟神联合 所以你看他这一句话 第一个讲到说 你们要 这是命令 你要怎么做吗 你要藏在我的里面 那应许是什么 我也藏在你里面 就是你亲近我 我就必亲近你 对不对 这是有一个应许 那有 所以你要这个命令 然后带着应许 然后呢 只只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那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事实的描述 那这个 有没有接在 有没有接在这个葡萄树上 其实 是我要展现的效果 如果 麦克风没有接到电上面 所有的人都知道 对不对 你有没有接在基督的里面 你们家狗都知道 我们家没有狗 感谢主 不过我只是要跟你这样讲而已 你的生命接在什么上面 应该来讲的话 就像是麦克风 接在电上面 一样嘛 所以 那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怎样 就是没有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这个就是你的选择 所以这一句话里面 讲到上 耶稣的命令 然后 他的应许 还有事实的真相 以及我们需要努力的事情 所以 真的不在乎 我们真的不在乎 重复的信息 一直讲 在乎的只是 我们有没有做到 有一个 有一个新来的牧师 跑到教会 第一次 讲到 就讲得慷慨激扬 因为第一次讲到 要认真一点 结果 那 美国牧师都会在门口 跟大家握手 每一个都跟牧师讲说 牧师你讲的道太好了 真是我们所需要的 然后第二个礼拜 他又讲同样的道 然后又到门口 结果那个时候 就比较少人了 就他连讲了四次 就后来执事会 受不了 就开会找牧师 牧师 你是没有 你是没有背别的道 你知道 怎么只会讲这一篇 一直连续讲了四次 那牧师说 不是啊 我很冤枉了 你们不是跟我讲说 这是你们所需要的吗 对 我讲的都是你们所需要 可是我看你们都没有改变 表示你们还需要 我继续讲 其实我们需要怎么样 我们需要不断的 你知道 约翰福音讲到的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需要能够怎么 结出果子来 那我们的主题经文 我有列另外一段 是在约翰一书 其实那个主题经文是多列的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讲到那里 但是那个里面 约翰一书的主题是告诉我们 我们有永生 约翰一书的主题 你看他第五章最后面 讲的就是我们有永生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有永恒生命的人 你会不会去 你会在今生的许多事情上面 反应会不一样 对不对 那如果一个孩子知道 因为小孩子最直觉 如果你让孩子知道 就是说这所有东西都是我的 那让其他小朋友 可以分享给其他小朋友 你分享你还是剩很多 大部分的小朋友会同意 那是什么 那是因为他知道 如果你知道你有永恒 这些的东西 他要就给他了 对不对 那你处理事情来讲的话 你会不一样 如果你只知道说 那只有现在 我就是要真现在 真意识 那你就会做很多事情都卡卡的 所以 约翰一书里面说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的里面 所以我们讲说 因为我前面 那个约翰福音的那一段经文 我们讲说 我们只只若不在葡萄树上面 你就结不出果子 对不对 然后那 那这个 这个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 那个 那个果子叫做爱 我们的神是爱的本源 你如果靠你自己想要爱 那你会发现很难 很快就爱不下去了 你必须要能够爱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能够 接在神的里面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其实为什么 老约翰他不断地重复 讲这些绕口令一样 他只是要告诉你说 这些事情 这些爱不是你本来就有的 你不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而已 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爱一下就没有了 那你所有的 所有你能够爱的原因 是因为你在接到爱的源头 就像是麦克风 接到电影一样 你就会有爱进来 然后呢 我们爱是因为 神先爱我们 那我们是有一个经历 从我们这里面来 所以每一次 你没有爱 你发现你爱不够的时候 你需要怎么样 插上电 你需要插到 爱的源头里面 那当然我们后面会讲说 你要怎么样子 能够在爱的源头里面 然后在基督里 也是表示的 我们是一个地位的改变 所以你们因信 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就是表示我们 信 是我们得着神 儿子名分 唯一所需要的 第二七节 就是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是 批带基督的 然后不分 你是犹太人 希腊人 自主的 围如的 男的 婚女的 因为你们在基督里 都成为一了 其实这个意思 就告诉我们说 这是一个 自古以来的奥秘 这以色列人是没有办法接受 为什么以色列人 不会信基督教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因为他们认为 唯有他们是神的选民 但是其余的外邦人 都是神创造出来 给地狱天才火用的 所以你知道 所以他们就很不容 接受说别人怎么可以 别人怎么你可以信耶稣 不你可以得着神儿子的名分 不可以 所以那他这里告诉我们说 那加拿大书告诉我们 就是保罗他的认知 因为他从神内得到一个启示 我们不再分 在世界上面 你是哪一国的人 你是什么颜色 你的地位是什么 而是我们都会合而为一 那一是什么呢 一就是 永恒的旨意里面 就是基督跟教会 我们都在一个教会里面 就是一 就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也许在不同的会堂 敬拜 可是我们都在一里面 以后我们在天国的时候 不会有说 和善那教会的弟兄姐妹举手 没有这种事 我们都在一里面 我们都在一里面 所以以前那个魏斯利约翰 别人就问他的 当然就是因为一个有恩赐人 就有很多粉丝 那粉丝就会问他说 因为他们创立卫理工会 好像就会问他说 那那个在天堂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我们人最多 他想说 他然后问了一句 因为他们是从圣公会出来的 所以他们想说 应该没有圣公会的吧 那个魏斯利约翰说 我不知道 天堂里面还没有分这个 可是 我期待我在其中 我跟你讲 我们当然 我们最近社会里面 有另外一个教会 一天到晚都上 影剧版新闻 可是你知道有的时候 有时候看见这个东西 心里面也蛮难过的 因为我们是一 我们是一 那当然我们没有什么立场 什么可以去讲任何什么东西 但是就会常常看到一些新闻 就会想为他们祷告 因为我们就是一 那我们为什么叫批带基督 因为你一开始受洗 归入基督了以后 你不是基督了 你只是知道了 受了很多的训练 受了很多的教导 你知道基督是怎样 那你不是嘛 你就还开始就是学 然后就批带的学 那我相信你看有一些人演国王 演了几十年以后 走路就像国王 对不对 那我们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一直模仿基督 那总有一天 我们会慢慢的越来越像基督 就像是加拿大人一样 不是 那个 安提亚教会的一样 安提亚教会因为他们 不断的批带耶稣 然后学习跟随耶稣 然后以至于他们说 这些的小基督们 所以后来叫基督徒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进程 那在基督里 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那我们在基督里 就是新造的人 那你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 就能够决定 你是不是在基督里 所以很多人就这样会练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 对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 是没错 可是重要的是 要是个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是表示 我们的生命是新的 那一切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 使我们与他和好 与神可以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 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身上 因为归到基督的身上 对不对 但是他 我们白白的得来 也当白白的舍去 所以我们就是需要去把 那个与人跟神和好的机会 我们掌握 我们借着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 来使人能够与神和好 所以在基督里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就像是一个寿屋的广告里面写的 他说地址不一样 地位就不一样 你在基督外面 你就不会是一个新造的人 你也不会是得称为神儿子 所以你必须要在基督的里面 你能够得着基督一切的丰盛 这个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 好 第二个我们要讲说 我们要经历安静中的大人 以色亚书告诉我们说 其实这句话当然 他有他的时代背景 那因为西西加王 他的这个时刻是亚述王 是全地表最强的帝国 带领着百万雄兵 然后开始一统天下 那亚述王所经过的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能够站立得住 于是这个小小的以色列 那怎么办呢 那很多人当然就想 这个总是要合纵联合一下 那现在唯一地表次强的国家 应该是埃及 那他们就想 很多人就想说 那我们去跟埃及谈谈 请他出兵打我们 因为我们被打了以后 接下来就打他了 那可是先知不断地出来 告诉他说 不不不 神不是这样讲的 神说你们得救 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要安息 不要到处去找人 你们要有得力吗 你们要平静安稳 可是 好长一段时间 他们不愿意 就到最后 神还是帮助他们 那因为在圣经 你可以看 在圣经里面 讲到后来 他们已经乏力了 他们说 他们像是 那个要生产的妇女一样 都没有 没有力量了 那不得不安息 不得不平静安稳 然后当他们愿意的时候 神一个晚上 派了一个天使 一个天使 你这圣经里解释很清楚 一个天使 一个晚上 去到亚述王的军队里面 击杀了十九万人 所以在神 岂有难成的事 那我们在安静中的时候 我们比较容易 蒙受启示 那因为 这个 在约伯记告诉我们 他说 祸患 原不是从土中出来 祸患 也不是从地里发生 人生在世 避遇患难 如同火星沸腾 如果你考过肉 你就要知道 什么叫做 火星沸腾 一定会碰到 而且你还是控制不住 所以人生在世 人生在世 避遇患难 如同火星沸腾 不要以为稀奇 因为这是必然的 然后呢 唯有 唯耶尔华在他的圣殿中 全地的人都在他面前 肃静静默 在诗篇里面 常常告诉我们 耶尔华的仆人 在神的殿中 瞻仰他的容眉 向他求问 所以在我们人生 我们没有答案的时候 我们需要怎么样 我们需要在安静中 向神来求问 然后因为在整个宇宙里面 在星球之间 在暴风雨里面 都有一个中心 都有一个中心 那个中心是什么 安静 安静 极静 那充满了能量 所以你如果在外面 跟着绕绕绕绕绕绕 我跟你讲 你不太容易 在里面得着启示 然后 希伯来书是告诉我们说 来我们一起来练 希伯来书的 四章的九到十一节 请 这样看来 免得有人 悬纳不信从的样子 跌倒了 怎么样才能安息 歇了自己的功 怎么样才能够安息 要歇了自己的功 当你继续在做事的时候 神没有办法做事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见证 有一个牧师 他搬家搬到一个新的城镇去 结果那天的晚上 他有一天的晚上 他的儿子 他八岁的儿子 气喘得非常严重 然后仿佛就是 就是要喘不过气来 然后呼吸一直 有人嘶嘶叫的声音 那个有气喘的妈妈 戏喘的孩子的妈妈 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然后他就打电话 给他医生 他那个朋友 他那个医生的朋友 他医生的朋友说 一听他讲所有的病况 就告诉他 我跟你讲 赶快找医生 你需要立刻开导 让孩子需要立刻开导 他的喉咙肿起来了 他这个会没有办法呼吸 结果然后他就开始 那个爸爸当中紧张 就开始拿着那个黄叶 就开始拿着那个电话 拼命翻拼命 就一直打一打 打了一个小时 一个医生 不是没开门 就是医生不在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是没有办法来 结果他正急的时候 然后他突然想到说 他曾经教导人家 需要平静安稳 他就放下来 把电话放下来 坐下来了 就在那个时候电话打进来 他那个医生朋友 跟他讲说 感谢主 你终于接电话了 他一直骂他 他说我已经帮你 找到我一个同学 他在附近 他去开会 我已经请他 立刻去你家 那不要出去 你们就在那里等候 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神没有办法做空的缘故 是因为我们太忙碌了 我们的心太忙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 都知道上帝的拯救 你也知道如果 我们男生去 小时候跟爸妈去 带我们去剪头发 你知道就会痒 会动来动去 你知道你要是越这样子的话 那就搞很久 对不对 如果你能够安静 一下就好了 同样的 同样的 所以十一节告诉我们说 务必怎么样 竭力 我们能不能安息 不能 容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那需要怎样 需要你竭力 我们今天的起因经文 在诗篇的四十六篇 其实他第一节到第三节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叫做 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呢 这告诉我们 人生 有很多的患难 跟火星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要有患难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寻找什么 避难所 你才能够寻找随时的帮助 对不对 所以 诗篇的四十六篇 是告诉我们 神允许这些事情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 但是你放心 这些事情 在上帝的手中 他是有节制的 他所给我们的 绝不超过我们 所能够忍受的 这是他的应许 可是当我们人 我们这个人 碰见这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是什么呢 第一个 你要看注意 后面那两个字 希腊 修子服 你不是更积极的 积极盈盈的去找办法 而是需要怎么样 安静下来 先安静下来 然后他接着 在第四节到第七节说 有一道河 这是讲到一个信心的秘诀 有一道河 这个河的分岔 是神的城欢喜 那很多人讲到说 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盖在山上 山上是没有河 还是山上没有河的 耶路撒冷 他的城外面没有河 所以那河的分岔 使神的城欢喜 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神在其中 城必不动摇 到天一亮 神必帮助这城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秘诀 他说 你躲到哪里 是不是避难所 是不是你可以倚靠的 在于是什么 在于神有没有在其中 神在其中 他正有一个 我们常常讲到说 河是神 恩典的河 是生命的河 我们都从同样的这个河水里面 我们得着供应 对不对 那有一个河围绕着神的城 重点来讲的话 是因为神在其中 奔入的 就到城里面来的 歇了自己的功 你就怎么样 得到拯救 得到救恩 你要安息下来 然后进入神的应许里面 你才能够得到拯救 那第六节以后 他讲到说 外邦宣扰 列国震动 神发生 地变融化 你不要管 亚述王有没有来 你不要管 那个台海的危机是怎么样 你能够控制吗 我想应该不能吧 如果你今天能够 对台海的危机 有所影响的话 可能没有时间 坐在这里 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影响力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 我们就来到 我们知道外邦宣扰 列国会动摇 那可是神发生 地变融化 万军之夜花 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 是我们的避难所 雅各的神 是我们的避难所 雅各是什么 雅各是一个非常软弱的 所以以赛亚书说 他叫什么 从雅各 如果有人说你是从 你一定不高兴的 可是 以赛亚书先知 却说这个从雅各 你要成为筷尺打凉的 那个我们以前古时候 打那个凉 那个麦穗 它是一个木头的一个原木 上面钉很多铁钉 那个那个从很软嘛 一碰就死掉了 分撕了 可是他说你却能够变成怎么样 筷尺打凉的 这是神手中的工作 我 我太太大概会觉得很奇怪 我没事的喜欢看那个 最近的喜欢看那个 古灵头战役的一些事情 你知道 其实我只是跟你讲 因为我一天突然想到 因为我听过有一些人 他们的见证 其实照理来讲 古灵头战役 我们是在绝对的劣势 而且是应该是打不过的 可是你知道那一次发现 就是那一次上帝的手介入其中 发生了很多的意外 每一个意外都流转的战争 每一个意外都流转 坦克车坏掉 就坏在 那个要 共军要登陆的地方 所以一上来就碰到战车 然后 然后共军要登陆 要到京西 结果潮水 让他们在京中就 另外一边 然后他们就到了古灵头 竟然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对不对 然后以前的战争的协调不好 就是各军种之间协调很差 那刚刚好 那个副司令官 是空官的校长 调到那边去了 所有的空军基地 他一通电话 那个时候 以前他可以信了 不行了 那个军队就来 那个军人就来协助他们来空炸 所以你知道让我去更多的去思想 其实 外方鲜饶 列国动摇 神发生 地变融化 你知道为什么 日本有那个神风特工队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以前罗马人 不是 蒙古人 不是 罗马人 罗马人打到这里来就 厉害了 蒙古人 蒙古人要打 那个日本 结果他们就 造了很多的那个船 然后那个船 满山遍野都是船 我跟你讲 日本根本守不住 结果就在那个时刻 有一个台风来了 然后把所有的 那个 蒙古人的船 通通都吹到海里面 所以他们称之为 台风叫做神风 所以也就是他们 为什么神风来的时候 不能放假 就是说 他们台风没有放假的 因为叫做神风 OK 所以 那 信心的明正就讲到八节到十一节 你们来看 叶尔华的作为 看他死地怎样荒凉 他只惜刀兵直到地极 他折弓断枪 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 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被尊重 在遍地上也被尊重 万君之叶尔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那神怎么样使 怎么样使这个 这个大地可以休息呢 神用了非常的手段 所以你看 上帝他以风为使者 以火焰为仆役 所以如果不是神允许的 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我们 所以你再担心更多也没有用 所以你就真的是需要怎么样 要休息 要知道他是神 往往我们心里面 没有办法安息 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是神 或者是我们认识的不够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 把自己全然尾声交给他 所以 我们一边要观看 然后看耶和华作为 不仅只是看我们自己 像我很喜欢看许多的传记 许多的神曾经做的那美妙的事情 其实说实在 那这些的事情 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 那也让我们再次经常可以 在教会服事有一个好处 就是经常可以参加各式各样的安息礼拜 那因为参加安息礼拜的缘故 你可以对于生死得失 你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 比较清晰的认知 你知道是知道 但是让你看到还是不一样的 那最后我们要讲到说 我们要得着神荣上加荣的生命 十七节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练经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我们众人既然藏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在出埃及记里面 那讲到摩西 他每一天 他会他自己在那个 他自己在以色列人的外面 盖了一个小帐篷 然后他每一天 他就白发苍苍的老人 组着拐杖 然后到那个小帐篷去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站在会幕门口看 看他们的领袖 又到那个小帐篷去了 然后当圣经里面是这样记载的 当摩西进到那个小帐篷去的时候 云住就降下来 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就在他们的会幕门口 向神下拜 然后当摩西他出来的时候 他脸上太亮了 那所以才要用一个帕子 帮他的脸上那个亮 那个光要谋面 简单讲就是他要谋面 要不然的话脸上的光太亮了 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能够经常 遇见那个正在说话的神 那个在等候我们 爱我们的神 你应该也会慢慢地跟摩西一样 你会脸上有龙光 你会脸上有龙光 你会发现其实 你完全心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神在你的生命里面 有一些都是祝福 全然是祝福 在荷兰有一个爱祖的家庭 他们后来那个女儿写了一本书 叫做密室 Hiding Place 他讲到说 他们家是因为基督徒 所以他们就收纳了很多犹太人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密室 专门收纳犹太人 他们救了很多的犹太人 就后来他们仍然被纳粹抓到了 他父亲在被纳粹抓到集中营 以后十几天就过世 然后他跟他姐姐两个人 就被关到难民营去 俘虏营去 然后他们就把他们丢到一个眷色里面 结果一进去就冲出来 为什么 因为那个房间里面充满了跳蚤 那其实他的姐姐就告诉他妹妹说 神全然可靠 就他妹妹讲 我们为神做那么多的事情 就到末了 你看 还让这个跳蚤摇我们 其实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什么东西 于是他姐姐他们就跟着大家在那边 忍受跳蚤的 跳蚤在他们身上用餐 然后他的姐姐就身上有偷偷带了一本小圣经 在晚上的时候他们不要做工的时候 他就练那个圣经给所有的女生们听 他后来他妹妹的见证是说 仿佛像在家里面 我父亲带我们读圣经一样的喜乐 可是慢慢他们就会发现 其实别的房舍里面 那些的士兵会去强暴那些女生 会去给他们很多困难的事情临到他们 可是这个房舍他们从来不进来 因为跳蚤多 结果后来他的姐姐因为你知道就是 那个营养不足吗 后来姐姐过世了 当然他妹妹不在 然后后来他妹妹跟着一些人 去到太平间去看他姐姐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没有人讲话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在一个战俘营里面 那没有饮食 就饮养会不足的 所以应该是面黄鸡兽 他姐姐死的时候确实也是面黄鸡兽 但是当他在太平间里面的时候 他们去看他 那个脸听说了 知道自己写的吗 他说美丽的跟少女一样 神有时候会允许一些的事情 让我们看见 让我们一瞥天国的真实 鼓励我们这些软弱的心 可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应许 全然可靠 所以当我们期待 我们能够再得到一个 荣上加荣的生命 其实我们首先 我们要对付的是我们的自己 那在马可福音里面 告诉我们说 他说讲的啥种的比喻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 土济不生 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 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其实我们有一个 我们可能我们的信仰 是一个叫做土浅的信仰 因为那洒在石头上 人听得到立刻欢喜领受 这个牧师讲得好 然后出去也觉得讲得好 回家就忘了 然后你也从来没有考虑过 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对我 我是不是有地方需要做调整 其实一个土浅的信仰 是对你的生命是没有帮助的 我们需要怎么样子 能够让我们的信仰 能够更加的真实呢 那你就是需要花时间 像在《创世纪》第十八章里面 讲到说亚伯拉罕 他在傍晚的时候 他在干嘛 他坐在帐篷门口 不是说他因为老了 所以他就只能坐在那里 不不不 我相信亚伯拉罕 他是正在那边 他思想上帝的话语 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要怎么样 是要思想的 然后可是呢 也不是说一个 常常学会安息 常常思想神话语的人 他就完全不做事 不是 这完全两件事情 所以当这个 亚伯拉罕他发现是神的时候 你看他整篇讲到的 他一下子去拿水 一下子交代他太太要赶快做饭 然后去交代仆人 他去选羊选牛 交代仆人 赶快杀赶快动 一个老先生跑来跑去 快一百岁了 那对不对 然后后来把那些餐厅都 餐点都预备好了 然后他站在旁边伺候 一个真实在神面前 有一个安静的习惯的人 他毕竟在该做的事情上面 他仍然是充满了活力 那在二十四章里面 就讲到他的儿子 我相信这是一个 为什么我们 我相信他是从他父亲的生命里面 学习的 然后六十二节说 二十四章六十二节说 那时以撒住在南地 刚从比尔拉海 拉海来 回来 天江湾 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 你看 一个属神的人 他一个跟人不同的表现是什么 他会去思想神的话 他会去默想神的话 于是默想默想到后来就看到他太太了 就立百家就出现了 好 那讲到说 十七节讲到说 马可福音讲到说 但他们心里面没有根 不过是战死的 即至为道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其实我们的道 为什么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产生改变 是因为没有根 那马太福音 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需要怎么样有根 我们需要跟神不断的连结 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 所以马太福音才告诉我们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 需要怎么样 你们要进到你们的内屋 关上门 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 就是我只能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怎么样才会有根 要跟神有关系 怎么样跟神有关系呢 要在祷告的生活上面 与神建立关系 然后那怎么样子才能够建立呢 你要进入到一个类似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关上门 通常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有这个意愿 我们说要去祷告 一祷告的时候 你就记得 就所有的事情涌上心头来 这个要做那个怎么样 所以你没有一个时候 叫做平静的 为什么 因为你门没有关起来 所以你如果要在你属灵的生命上面 能够成长 你必须要怎么样 要有稳定的 类似的生活 然后把门关起来 外面再多的事情不要管它 在门内主在这里 要有这样子的意识 我与主一同在这里 那这个 残杂的信仰 还有那些撒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得到 后来世上的私欲 钱财的迷惑 跟别样的私欲进来 把道挤住了就不能够结实 你不要忘记 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最重要是什么 结出果子 可是问题是说 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就是24个小时 你要多少个小时睡觉 你要多少个小时上班 你能够有多少个小时 能够做跟你生命有关的事情呢 那这个就是 有时候很多人有的急 就是世上的私欲 钱财的迷惑 跟别样的私欲 把我们应该要花时间 来思想神道的时间挤住了 以至于你这些道是与你无异 为什么 没有结不出 你没有让它有成长的空间 所以西伯来说 你们不可硬着心 像在旷野者他发落 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其实没有办法结出果子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太硬 觉得牧师讲的道 大概是给令田师母听的 那其实我跟你讲 任何东西都是讲给我们自己听的 其实 这很多人都会 以前都会选说 这个喜欢听谁讲的 谁讲的 我跟你讲 只要你要是你的心向着神 谁讲的都是对你讲的 那 和西亚书里面说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 他必如百合花开放 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 他的枝条必延长 他的荣华如甘蓝树 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薄树 曾住在他印下的必归回 发旺如五谷 开花如葡萄树 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讲到三次讲到黎巴嫩 那为什么这些东西都跟黎巴嫩有关呢 其实在诗篇一百零四篇十六节 告诉我们说 加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薄树 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之降 那香薄木是造电的材料 所以他的寿命能够上千年 所以因着大家在中东砍伐过度 一段时间香薄木几乎已经崛击了 结果后来英国维多利亚旅王 他下了一个命令 好像海伐多少以上的不准砍伐 所以至于在今日在中东那边 有留下一片他们叫做上帝的缘由 全部都是香薄木 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然后神期待着我们的是什么 因为香薄木它有一个特色 它能够抗寒抗汉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树根很长 所以你要是一个 无论是你要只要节食要好 一定树根要很长 你要深深扎根 深深扎根就会连同 我刚刚所跟你们所说的这些事情 我们需要去思想上帝的话语 我们需要跟神建立有一个 类似的关系 我们需要常常跟神在一起 以至于就像是雅各树里面所说的 他说我妹子我心腹 乃是关锁的园 禁壁的井 封壁的泉源 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 有加美的果子 并风鲜花与拿达树 有拿达和番红花 仓谱和桂树 并各样乳香木 木药 橙香和一些上等的果品 你是园中的泉 活水的井 从地巴嫩流下来的溪水 北风啊兴起 南风啊吹来 吹在我的园内 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 愿我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 吃他加美的果子 这讲到的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生命的表象 乃是什么 乃是在你的生命里面 有各式各样的果子 而当困难来的时候 当北风兴起 当南风吹来的时候 没有吹到 没有发出香苦 这个酸苦的言语 反而都是这一些甜美的味道 这讲到的是生命 而这个生命里面 他就讲到说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关锁的源 应该是禁闭的井 应该是封闭的泉源 基督徒叫做圣徒 就是被分别出来的 我们是跟这个世界的人不一样的 我们的心应该有一个完全像神的心 我告诉你 你在外面去找的更多的这些东西 不能使你的心满足 即便现在可以了 很快的就没有用了 你的心应该定金在何处呢 就像是希伯来书所教导我们的 我们要一个 我们灵魂的毛应该抛在脉内 而那个脉内 就是我的主在那里 所以我引用一段很有名的论述 这是非常有名的论述 他讲到等候神的事情 那我也印在上面给大家做参考 任何的时候 只要你能够播出几分钟的时间来 单单的等候耶稣 不必一定要祈祷 就是等候 注视祂的面庞 渴慕祂的同在 最初的时候 也许你似乎领受的不多 可是假如你把握每一个机会 不久你的灵魂会饥渴地要祂 祂自己的甘甜会领导你 你们会如同爱人一般 宁可悄悄地溜开 哪怕是一两分钟同他在一起 胜过聊天 看书 休息 或者是吃东西 当你感到疲倦 急躁 情绪紧张的时候 几分钟与他相处 与他同在的临近中 会苏醒你远超过世上一切其他的 倘若我们多多注视耶稣 而少注视我们自己 我们的朋友 领导我们的试炼 我们的失败 生活的状况 世界 肉体 魔鬼 我们会越来越多地反映他的形象 并且我们的冷酷 不洁 脾气 自私 会消失 而带是以亲切 纯洁 温柔 仁爱 变得 荣上加荣 当然这是 属灵的前辈 罗秉申师母 很有名的教导 那什么叫做祷告 祷告就是让神来到你的生命里面 祷告就是你愿意不带着 就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到神的面前 祷告不在乎你带着太多的言语 而没有一个祈祷的心 然后你就是这样 常常地仰望他 常常地注视他 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越大 你的麻烦就越小 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越小 你的困难就越大 所以最后就能够 我们众人既然长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